選舉確實很難說的 沒有走到最後的盡頭 誰也不曉得誰會贏 不過拜登大概滾下台是下定的 不然他不是丟美國的臉 也不只是丟民主黨的臉 他在那簡直是丟整個地球人的臉 你來到重慶坦白我說重慶 我們看到這個所謂不屈不撓的拜登 本來說堅持不退選 現在看起來真的鬆動了 他跟他太太好像是真的快要撐不下去了 不只是他們兩個 是包括拜登旁邊那一大群那十幾個核心幕僚 包含蘇利文或者是葉倫 來自於是我們知道了這些重要的競選人手 他們可能一個人都撐不下去了 而且他們也抵不住所有民主黨的金主 跟他們說再這樣搞下去 民主黨一旦大敗的話 後頭恐怕是不堪設想 怕發生一種事 那就是民主黨萬一產生雪崩式的崩盤 那怎麼辦呢 因為所謂雪崩式的崩盤 那可不是一個美國總統的位置而已 那還包含未來民主黨整個參議員 還有眾議員 這些席事可能都會連帶的受到巨大影響 說不定是連州長選舉都受到影響 那麼大家會說民主黨是不是腦殘 為什麼選這麼一個神智不清的人出來做代表呢 對比之下川普至少他神智是清楚的 而且是果決的 人家川普耳朵被刺穿了一個洞 這個槍打上了他兩槍 他都還可以不斷的講了說要戰鬥 就英文說fight fight fight OK 大家一聽看起來這個川普 神經至少是正常 而且意志很堅強 至少對一個美國的領導人 好像基本上條件就是要這樣 這個價值觀認不認同還在歧視 你至少神智得清楚 而且意志得堅定 但是現在的拜登是神智不清楚 意志也很混亂 大家當然會覺得 那誰要投給這個拜登呢 他不就是一個很糟糕的招老頭嗎 這不是丟整個美國的臉嗎 也丟整個民主黨的臉 大家會覺得民主黨啊 就是一個弱智團體啊 怎麼會選出這麼一個弱智的 而且智商非常不完整的 甚至神智不清的人 你這個黨乾脆關門算 所以我們看到啊 本來啊 揚言說要支持這個 拜登是到底的柯林頓 還有要支持拜登到底的這個歐巴馬 兩個人啊 看起來話呢 都已經收回嘴邊了 也就是說他們開始啊 不是那麼的支持拜登了 而且開始向川普那邊一定的去靠攏 這就不妙啊 民主黨裡面的各方大佬 包括他們的參議員 眾議員 再加各州的州長啊 就覺得這恐怕是對整個民主黨 非常不利的一個兆頭 於是紛紛就要求啊 拜登你還是趕快別選吧 你要是再選呢 大家都把銀根給抽了 也就是說不支持你半毛錢 你能咋地 或者這些州長聯合起來就說 我們就是不支持你能咋地 我們就是啊 一定到時候要給你難堪 所以啊 因為在整個民主黨正式讓拜登選的 他後頭還有一個大關卡 那麼這個大關卡呢 要真的正式提名拜登 拜登才算是正式參選 拜登啊當然在這裡面 就有可能被這些人呢 給攔下來了 到底是拜登自己呢 先說不選了 還是說到最後關總被大家給攔下 哪個比較好呢 其實啊 當然是他自己不選比較好 於是我們就看到 現在在整個美國的媒體啊 已經就做了報導啊 包含啊 紐約時報啊 華盛領郵報啊 或者是啊 這個相關的幾大報紙 我們知道美國啊 主要的報紙啊 就是那麼四五家 再加上他主要的媒體啊 包含私燕等等這些啊 其實也就這麼幾家 這幾家啊 都已經透露出風聲 那就是拜登啊 看起來要自行退選了 那麼他們就在換降樓 那麼請問換誰呢 是換費刑力嗎 還是換其他的人呢 因為整個民主黨啊 確實還有一些其他人才 你包含歐巴馬的老婆 或者是啊 克林頓的太太 再不然啊 就是那個曾經啊 飛到台灣來的佩洛西 這些人呢 其實在整個民主黨裡面 都還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生活 而且出來呢 大概解釋也不太費力 大家反正都認得這些人 所以啊 不管是換以上三位女性 其實相對來說啊 要去對上啊 這個非常鐵鎮鎮鎮鎮的 這種漢子的川普啊 其實都有一個對比性 當然他們如果要配出男士 那也可以哈 當然我們知道剛才呢 我所記的幾個女性裡面 我們還應該把費刑力再算上 那只有四位女性 可能可以去對上川普 這樣的一個硬性的男人 這樣也許啊 民主黨就還可以啊 有機會一搏 但是啊民主黨 是不是真的呢 可以提出一個有效的 可以跟川普對比的人呢 我們知道選舉啊 是一天都可能有巨大變化哈 所以呢 只要民主黨呢 他們提出像樣的人 這個知名度上 不要差距太大的話 那麼也許他們還有一波的機會 至少可以讓民主黨 不要整個架子都散掉 而或許後頭啊 還有些變化 因為呢川普呢 就像個自走炮 哪天還有講錯話 一百多天的時間啊 沒準到時候又天旋地轉 給倒過來 選舉 確實很難說的 沒有走到最後的盡頭 誰也不曉得誰會贏 不過拜登啊 大概滾下台是下定的 不然啊 他不是丟美國的臉 也不只是丟民主黨的臉 他在那兒啊 簡直是丟整個地球人的臉 感謝你收看